什么荣禄 荣君也 是他亲自到河北仁丘办的这仗子事 兰贵人 是荣禄 这么说的话这可就是天意了 安德馨这回躲过一劫 兰贵人的手底下就多了一条赤胆中心的狗 兰贵人这么干 目的就是笼络安德馨为他卖命 我那荣禄跟他们什么关系 我也查了 这荣禄跟兰贵人沾着亲 可不是书的亲 是娘家亲 这个荣禄他爸 兰贵人得管他叫舅舅 虽然是一个远亲 可自从封了贵人以后 这两家是越走越近 启禀大总管 红朱姑娘求见 叫她进来 红朱姑娘 奴婢红朱叩见刘大总管 别别别 红朱姑娘真是厉害 这回木兰围场得到皇上朝姓半寝 可喜可贺 我得给您拍两巴掌 刘福给您道喜了 道什么喜啊 从木兰围场回于园子刚一天 皇上就把我给忘了 不是 这 有什么意思 本来下午奴婢与万岁爷聊心正浓 又是那该死案的心 出来禀报说什么 蓝贵人偶感风寒 思虑过度 意欲成疾 一堆的屁话 万岁爷也不问真假 忙不颠地就去了宜兰殿探望蓝贵人 用奴婢反应 近视房便发出皇上口语 蓝贵人照姓半寝 刘总管 奴婢已经没脸再回宜兰殿 回皇上身边做事 又会被安德心和小粽子那帮人看死 所以 奴婢特意前来求教刘总管 何去何从 望您替奴婢出个主意 这事不忙 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 皇上这回回来 不是直接把您带到寝宫招姓半寝了吗 并没有直接招姓蓝贵人 其实我觉得啊 目前对您来说 怎么拢住皇上 这是一至关重要的课题 我明儿个呀 就去禀报太佛爷 让太佛爷帮您拿着主意 不就齐了吗 红猪谢刘大夫 别别别 红猪姑娘发达那天 别忘了刘福 还帮过您那么一丁点的小门 这就够了 关于曾国藩办团练一事 朕已恩准 就这么办了 由速顺牵头 按朕的意思 拟到圣旨 同意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 对于他在朝廷危难之际 挺身而出的勇气 朕深感欣慰 欲以褒奖 同时 由司库 作为曾国藩 办团练的军需之用 臣遵旨 欺兵兰柱子 说 静氏房传下太佛爷遗旨 说让您明日随万岁爷到慈宁宫准备参加后天太佛爷的寿担庆典 奇怪了 太佛爷不是说 宫中一切的庆典都不允许我参加吗 怎么突然给了我这么大面子呀 这奴才也不知 大概是太佛爷 回心转意 你相信吗 奴才也不信 这不就得 一定是有事 太佛爷对我能安什么好心呀 不过也不怕 许久没见过太佛爷了 这么长时间了还怪想的呢 咱们就去会会他 安公公 龙岁在 明天你陪我和皇上去慈宁宫 喳 得 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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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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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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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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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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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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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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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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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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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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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不了园子 我看皇上 是被红猪那个小妖精 把魂给勾走了 要不然这么长时间了 那园子回都不会一次 回蓝主子话 皇上现在也是身不由己 自打上次太佛爷发话 则令皇上按照祖宗家法 不得专宠宾妃 于是 这才让他不回圆明园 只让他在宫里头 宠幸后宫的宾妃贵妃 还有皇后 据小纵子讲 自打上次之后 皇上也就宠幸过红猪一回 这还是看在太佛爷的面子上 据奴才以为 皇上还是更喜欢蓝主子 在园子的时候 奴才就常听见 皇上跟蓝主子议论朝政之事 他还是很愿意听您的宠唱 当然 小宗子说 皇上跟红猪在一块的时候 就只字未提 是 红猪哪能跟您比 他毕竟大字不识几个 您可是多才多艺 就说您那一个双手写梅花转字的决迹 那可就不是一般的兵妃能够比得了的呀 因此 奴才觉得蓝主子大可不必心急 相信皇上很快就能回到元明园 此时 您万万不可记恨皇上 皇上回不了园子跟您在一起 那您是实出无奈 还万望蓝主子明察 行了 行了 我知道 您在皇上身边待的时间长 在这儿替他说顺情好话呢 慕萨不敢 其实皇上 未必喜欢我懂得多 要我说 他更喜欢什么都不懂的女人 男人嘛 也许都一样 不说这些了 你过来 前几次 你从园子外面逃回来那些秘方啊 我都查过遗书了 看来没太大用场 你能不能抓紧时间 趁皇上这阵不在园子里 再出去几趟 多弄点秘方回来呀 回蓝主子话 奴才最近 恐怕出不去 为什么 回蓝主子话 奴才是说 最近出不去园子 什么意思 有人盯着奴才 真的 真的 儿臣给皇后娘请安 你来了 你们下去吧 皇后娘 急冲冲地叫儿臣过来 有什么事吗 来 咱们娘俩这边说话 皇儿最近没回园子里 住在宫里还习惯吧 回皇儿娘 儿臣住的习惯 园子里出事 咱们是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 额娘就都告诉你吧 园子里传来消息 说那个兰贵人 正在四处寻找秘方 皇上知道这事吗 儿臣不知道 儿臣上次给皇儿娘祝寿 至今都留在宫里 没有回到园中 儿臣更没有见过兰儿 怎么 兰儿他病了 他病不病的 只有他自个知道 只不过为娘的 要提醒你一句话 皇儿娘 儿臣有病 一直由太医院的太医们 亲自诊治 儿臣更没有吩咐过人 到园子外面去寻医问药 谁说你病了 我是说他 他 您是说 兰儿病了 先开始 我也以为是别人在那胡说八道 可是仔细想 还真是 你想想 这狼儿进园子 也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 从来没有游喜的消息 他不是以前给你怀过子嗣吗 可惜小产了 想来这事真是可惜 可是他进园子 这大半年了 数跟你待在一块的时间最长 我问了园子里面的工友 不光这兰贵人没有喜 别的兵妃也没有喜 我就在想了 会不会是这兰儿身上 毒了什么病 他就 皇上 皇上娘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儿臣从来没有发现 身上有什么不妥之错 儿臣也没发现 兰儿身上有什么不妥啊 毕竟 咱们是一家人 有什么话 不能说的呢 如果那兰儿 真给我皇儿传染了那种病 那可得加紧治 越早治越好 皇儿啊 咱们可不能办那种 遗恨万年 抱憾终生的事情啊